哦 其实也是穷州到尾 因为从他们第一天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真心的祝福他们 有着香港情长小王子之称的谢霆锋 这辈子都和王妃 张柏芝 这两个女人牢牢纠缠在一起 谢霆锋疯狂工作 让事业如火如荼 和香港歌后王妃的感情分分合合 各自成家 最后又走到一起 如果两人的未来 需要违背自己为人父母的责任 谢霆锋也做好了为爱不顾一切的打算 却没想到 张柏芝愿意接过 抚养三个孩子的担子 尽管张柏芝根本没必要这样委屈自己 但不得不承认 这让谢霆锋彻底松了一口气 这么多年和王妃的恋爱一直保持低调 面对外人又或是好友的询问 谢霆锋不敢透露任何和王妃的感情讯息 或许为了保护两个女人不被议论 又或许是怀揣着对某人的巨大亏欠 明明张柏芝才是那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没想到 为母则刚 为爱可以做到如此忍让的地步 如今谢霆锋和王妃现身机场 十分高调秀恩爱 单身妈妈张柏芝无疑又被挑到 对这件事的看法 她一句云淡风轻的 当然是百分百的祝福 但谁都能看到她眼底里的无奈和感伤 虽然好出幸运地 我和白芝仍然非常之好 我处理 总之我处理 总括来说 就算在之前 两个我和阿飞 对了 很多东西是 不过过去就过去吧 谢霆锋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这一生会被两个女人所缠绕 回顾谢霆锋 王妃 张柏芝 三人之间的感情 既精彩又复杂 王妃可以算是谢霆锋 在圈中公认的初恋女友 两人用甜蜜的牵手方式 在媒体前公开恋情 在当时也是震动了大半个娱乐圈 毕竟王妃作为偶像天后 美艳动人的歌声加上青春的外表 成为了不少歌迷心中的女神 而谢霆锋作为新二代 匹拽帅酷是网友们对她的印象 却没想到在王妃面前 谢霆锋立马从大王狗变回小奶狗 这或许就是姐姐的魅力吧 近日还被拍到合体现身机场 甜蜜牵手同行无视媒体的拍摄 对此 谢霆锋就被追问 最爱王妃还是张柏芝 怎料他不假思索的回答太意外 直言一直都很感谢张柏芝 而他与王妃的情感不会因此改变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